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是活在 我要當一個美女 不當美女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你這一生你就傲斗 大家都稱我為台灣顏值的天花板 我在台灣啊 是完全就是 沒辦法跟單眼皮的人 對的人 哇! 韓國女孩 韓國人 韓國人 對!然後單眼皮 哈囉!我是LA Weekly Asia的Daisy 哈囉!大家好我是LA Weekly Asia的Jack 我自己覺得 當我自己曾經在台灣的時候啊 我真的很常聽到台灣人講一句話 就是如果你在台灣很不受歡迎 然後或是你長得很醜 或是又黑又胖 那你就去美國 那邊的老外都會非常喜歡你 其實你知道嗎 這句話我覺得聽起來 他們真的是開玩笑 但是這其實背後有非常多意義 我覺得我們要去探討 就是當我自己來到美國之後 我真的發現美國的審美觀 帶給我了非常非常多 跟在亞洲不一樣的衝擊 那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來到美國之後 受到這個美國審美觀的衝擊 我們兩個衝擊非常大 那你在台灣的時候啊 你覺得你都會怎麼看你自己的 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 當我人在台灣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容貌焦慮 非常非常嚴重 再加上我覺得亞洲女生 非常喜歡攀比外貌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是活在 我要當一個美女 我一定要變得非常漂亮 那樣子的價值觀上成長 因為我小時候很胖 我就一直減飛 身邊的女生都又白又瘦又漂亮 我們當他女生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價值觀就是建立在 有多少男生喜歡你 有多少男生稱讚你漂亮 在我心中 我會覺得你一定要是個美女 不當美女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你這一生你就奧斗 我以前還有一個更可悲的一個想法 就是當我看到那些 不是漂亮的女生的時候 我心裡還會替他們感受到 有一種萬分悲哀 就會想說 這些女生 他們如果至今都不是美女的話 那他們未來何去何從 這如此扭曲的價值觀 就是當我還在台灣的時候 我竟然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我認為美女就是王道 你一定要當美女 那我覺得我的經驗其實跟你很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的時候 大家都稱我為台灣顏值的天花板 所以就是 原來在台灣就過得非常的快樂順遂 大家都覺得 每次看到你就說 好帥喔 小帥哥 對啊 就這樣子 所以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在外表來說 我對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然後反而來到美國的時候 就覺得 怎麼這麼沒有人在看我 我到底是個什麼咖 都沒有人在理我了 我們天花板掉到食物店的底端 那這種感覺 那Daisy呢 我相信長那麼漂亮 當然在台灣一定很多人稱讚你吧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的經驗是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高中生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就聽到遠遠有一個路人 對著他朋友講說 你看那個妹好正 可是他腿好粗 哇好命喔 我那時候只是一個高中生而已 我就要收到這樣子的 就是批評 你們有沒有發現台灣人很喜歡 用外表來當打招呼 有非常有感 非常愛 欸你胖囉 眼睛變大囉 是不是有去整 光是他是用你瘦了或胖了 去當一個打招呼的方式 其實就是在對你的外表進行 評斷 對 那我們就要拉回到 就是我們開頭剛剛講的 如果你長得不漂亮 就叫你去美國 因為他們說反正你長得不美 老外都會喜歡你 其實這背後 並不是因為 老外特別喜歡 那些我們認為 又醜又胖的女生 其實是因為這些外國人 他們對於美的標準比較廣 他們認為怎麼樣形式的女生 都是漂亮的 不是只有台灣人那種白皮膚 雙眼皮 然後很瘦的那種美女 才叫美女 在他們心中各類型的女生 都是美女 那有什麼例子 你覺得是來到美國之後 受到這種神美般的不同的衝擊 走在路上的女生 就算他們身材不是那麼的瘦 對像我以前就覺得女生要瘦 然後才能穿很緊身的衣服 即便他們都不是那樣的 不是那種很瘦的女生 他們都會穿很緊身 可以展露出曲線的那種洋裝 或是瑜伽褲 你都不會覺得說 他們那樣穿很難看 然後或是我自己人 常常在這邊 我都每天穿著瑜伽褲走來走去 像今天你也是穿瑜伽褲 要來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 對 我就會很舒服的穿瑜伽褲 走在美國的街上 也不會有人跟人家跟我講說 你的那個妹妹露出來 就是你知道人家跟我講那個叫什麼 駱駝蹄唷 我不喜歡穿哪一招 對 我的胸部需要呼吸 就是我都可以非常自在地走在路上 沒有人會對我的穿著或是我的外表 指指點點 那我覺得我走來美國之後呢 我也是覺得眼睛為之一亮 因為在路上 大家都穿得很清涼很清涼 然後都很願意展露自己身材 對很diver 很自由 很願意展現自己身體的美 當然也是就是露出來的那種 男生就是喜歡看 走在路上怎麼每個人 那種男生都巨石強身啊 每個人都練得哇大塊肌你知道嗎 就是有受到不小的這個衝擊 也開始讓我自己就是開始健身這樣 反正我來到美國之後啊 我就開始放飛自我 老子已經不在乎減肥這件事情了 我再也不會在乎自己到底被太陽曬了多久 就是我變黑 就算我黑了三個色階四個色階 我都無所謂 自然就是美的這種感覺 對對 我在台灣啊 是完全就是沒辦法跟代言別人 代的人 好 specific喔 不好意思就是一個 specific type 對 但是來美國之後呢 因為你知道LA就是很大K town 所以我就藏著去那邊吃飯 然後就看到好多 哇 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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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覺得哇 越看越 韓國人 韓國人 反正是越看越討喜 然後就發現哇 自己其實有好像越來越從那個 雙眼皮 所以Lineing towards 單眼皮 現在甚至覺得單眼皮 還比雙眼皮還有特色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我以前也不會去對就是 跟自己不太一樣的人 比如說不同種子的人 後來我就會試著去對白人 甚至有一次你知道我朋友家樓下 出現一個長得很像 就是他是一個印度人 他長得超像王子的 我就立刻跟我朋友講說 我要跟那個印度人要電話 哇 結果呢 結果那個印度人還真的是他的朋友 那結果要到電話了嗎 就是他們兩個 當時還想幫我們兩個 是設作隊 對 其實是想表達你來到這裡之後 你會開始欣賞各個不同人種 跟各個不同的漂亮或是帥哥的類型 像我在LA 也有看到像是男生 他就穿短板上衣 那個上衣上面挖兩個洞露奶頭 他露出他所有身體上的部位 就是為了展現出他的那種自信 他們好有自信 會覺得他們好漂亮 你一定都不會覺得他們是神經病 或是也不會覺得他們很奇怪 也不會想要用藝樣眼光看他們 反正會想要上前去跟他們聊天說 哇 好喜歡你的穿著 好喜歡你的打扮 好喜歡你的自信 對 就會覺得他們的穿著是很獨特的 是很有趣 是很酷的 我就在想啊 要是我在LA每天都打扮 有時候當我拉回台灣的街上 我這樣穿 可是人家看到我會想說 我笑欸 可能會就對我指指點點想說 喔這個女生架不出去喔 因為我在台灣穿衣服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的 沒有辦法那麼的自由自在 好接下來我們要玩一個小遊戲 我給你一句話 然後你馬上你的直覺反應 好 給我個評價 OK 好來第一題 一白遮三醜 醜還是醜 白你去死 醜還是醜 醜 什麼啊 真人版小美人魚 生意有點油 選錯角 好 這樣很政治不正確 不會啊 不行嗎 不會啊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老實說我覺得它很美 但是聲音太油了 好下一個 好 蜜大腿 韓國女團 我愛蜜大腿加蜜大臀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多 那我覺得我跟Daisy專長很幸運 可以來到美國 用不一樣的角度去欣賞不一樣的美 那Daisy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目前還是在被這些審美框架所困住的觀眾朋友說的話 我講實在的其實就真的是放過自己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屁話 但其實真的就是放過自己 我覺得學會認識自己也是第一步 因為你要先認識自己才可以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去展現那個屬於自己最獨特的美 如果你們還有經歷過一些什麼 容貌焦慮的一些小故事 歡迎在底下跟我們分享喔 沒錯 那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留言 和Weekly Asia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